大家好,我是一华 现在是丝瓜大量上市的季节 这个季节的丝瓜最好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丝瓜鸡蛋汤 汤汁鲜美,营养丰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根丝瓜 我们用削皮器把丝瓜的外皮削去不要 接着将丝瓜改刀切成这样的滚刀块 全部切好之后装到大碗中 加入一勺食盐 再滴上一些白醋 然后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没过丝瓜 因为丝瓜容易氧化变黑 加入了食盐和白醋 可以防止丝瓜氧化变黑 这个时候我们准备一点新鲜的猪肉 也加入一点点食盐 再加一些胡椒粉 然后再打入半个鸡蛋清 接着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先把肉片简单的腌制一下 加入档青能使肉片吃起来更加的滑嫩 搅匀之后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 淀粉可以有效地锁住肉片的水分 搅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这个时候准备一点海鲜菇 把海鲜菇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装在盘中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丝瓜也已经浸泡好了 我们用漏勺将它控水捞出来备用 接下来往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打入几个正经的母鸡蛋 下锅之后先不要着急翻动 把鸡蛋煎至一面定型 煎至一面金黄之后 再翻过来给它煎另一面 并用铲子把它切成小块 煎香之后我们再把丝瓜加进来 接着快速地方炒 炒干丝瓜多余的水分 用丝瓜这样煸炒一下 吃起来更香 丝瓜炒软之后 我们再往里面加入多一点的热水 在这里一定要记得加热水 只有用热水熬出来的汤才会更加的浓白 然后将海鲜菇加进来 用厂子翻动一下 让所有的食材都浸到汤汁里面 继续用大火将它煮开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汤色已经非常浓白了 这个时候就把肉片加进来 肉片下锅之后 我们用筷子给它搅动 让其受热均匀 只要烫一下就熟了 接着加入少量的食盐调味 一勺鸡精 少许的胡椒粉 其他的调料就不需要再放了 我们用勺子撇去上面的浮沫 这样汤色才更加的美观 出国前再撒上一些葱花 再加入一些枸杞 顶缀增香 这样一道非常简单 又营养丰富的 丝瓜鸡蛋肉片汤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它出锅 装入大碗中 以后丝瓜 不要总是炒着吃辣 做这样一道非常简单 又好喝的丝瓜鸡蛋肉片汤 里面荤素搭配 营养丰富 清淡美味 如果您也觉得不错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并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